2017年美国演员爱丽莎·米兰诺 发文呼吁女性勇敢说出 她们被性骚的伤心往事 主题标签MeToo 在社群媒体火速蔓延 许多受害者最后甚至走上街头抗议 一起为女性遭受的不平等与伤害发生 美国MeToo运动延烧到全世界 顺时成为一个受害者自揭不愉快回忆的代名词 在这个会诊的过程里面 然后还要梳理这个脉络 然后再重新回顾那个当时受创或害怕惊恐的过程 这个当然绝对是一个需要很大的勇气 过去选择隐忍 担心闲言闲语 甚至断送工作 MeToo运动大规模进行社会改造 尽管有人一度认为 MeToo气氛太过高涨 对加害者深吞活泼 未审先判 搞得风声鹤唳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MeToo时刻 我们希望是 但是这个MeToo时刻 它其实背后我们都看到的经验 是它朝向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副团强调 MeToo浪潮虽会伴随负面效应 但这样的阵痛棋 是性贫推动的必经过程 政党或者是政府机关或民间团体 对于性侵或者性骚扰的事件 绝对是零容忍 任何的社会事件对于选情 都是有可能有影响 那民进党要坦然接受这样的情况 民进党MeToo运动 三天卷起千堆血 但反省之后的改革 只要熬过去 社会观念也会跟着往前迈进 进行文家政官提音财报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冬家政官 冬家政官 打扫 迪 震 震